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决心起义 接着 新七军也主动放下了武器 郑栋国也并未选择顽抗到底 所以 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战斗 长春就解放了 再接着是沈阳 沈阳流守兵团周富城手下主要的部队就是两个 一个是东北军为基础的五十三军 但这个军在战前的两个师中有一个已经被揭秘了 只有一三零师比较完整 而这个师的师长王李桓和五十三军的副军长赵国平 都是早就准备投降起义的 并没有坚决抵抗 只有青年军二零七师抵抗了一阵子 看兵力很少 加上五十三军已经起义 所以很快也被消灭了 展开全文这么算下来 聊 沈战役过程中 唯一抵抗物比较像样的 其实就只有锦州的范汉杰集团 约十万人 打了二十天 塔山阻击战也确实打得比较英勇 而廖耀香兵团 作为国军在东北战场的主力 结局比黄梅还要惨得多 黄梅所说的 兵力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 就被消灭了 这句话真正是用的 其实就是廖耀香兵团 淮海战役则不同 从一开始维艰黄柏涛兵团 到接下来维艰黄维兵团 都是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才达成的 国军的兵力也基本上完全展开了 而且都是摆出了死守待员的架势 炮火优势完全能够发扬 虽然解放军形成了兵力上的优势 但打起来仍然特别费劲 布玉明集团在被包围之后 在下大雪之前 除了孙元良兵团稀里糊涂的被全歼之外 其余的邱清泉和李明两个兵团都是完整的 兵力和火力也都是充分展开了的 所以打得也很艰苦 一直到持续了十天的大雪停了之后 华爷也并未马上开始总攻 而是继续围困到最后国军已经饿了没有力气了 才发起总攻 也就是说三大战役中真正意义上的王牌对王牌的硬碰硬的硬仗 只有淮海战役是正面硬攻 辽沈战役和北平战役 都只是局部性的硬碰硬 后面的进展都比较顺利 几乎兵不血刃就打完了 淮海战役相对而言 不够硬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就是没有像围攻锦州那样 强攻敌人重兵防御的城市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